俄军持续炮轰马裂坡的亚树钢铁厂 内部有不少乌军仍然坚守在内 守军的家属14号在基辅召开记者会 纷纷向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紧急请求 希望他能居中调停 让受困的乌军能平安撤离 我们请很厉害的总统中国 习近平 表达大爱 大态度和世界的重点 这些家属身泪居下的表示 钢铁厂内部已经没有存粮 药品也所剩无几 生活条件有如人间炼狱 虽然乌方传出要以俄国的战俘 交换钢铁厂内的商兵 但是谈判到现在任务结果 而俄军的特别军事行动到现在遭遇不少重大挫败 在哈尔科夫已经被乌军逼到节节后退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承认 在乌东顿巴斯的局势仍然十分严峻 不过乌克兰的军情局评估战争8月份将会出现转折点 预计俄军在年底前就会战败 记者综合报导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穿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